想要抓住你的心 可惜了 我刚发现我买的这个玉居然有裂门 来 拿过来 我干了 吃裂呀 我教了你多少遍了 这是水线 你看没有 很明显 它没有形成裂 那这是新货呀 那我不亏大了 你先别急 首先这个水线在地质变动的过程中而形成 所有的玉石只要是圆玉 在城矿的过程中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现在常见的青海料有水线 但是呢 在其他的料中同样有水线 那为什么有大部分老玉里边我们看不到水线呢 因为古人认为水线 柳裂 带皮都是有瑕疵的 它会剃掉或者有意避开 所以说古料里边不是没有水线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能看得见呢 因为材料吸车的时候 它也会用到这样的材料 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了吗 啊 所以说有无水线 不是鉴定玉气新老的一个标准 那我这个 这个是老的 你看一下 一个是它出现半散的现象 我们称的玉气的内灰皮 还有这一些土石突咬的特征 你看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延续 还有一个它的整个的这种包浆 还有它加工的工坏 没有任何现代工具夹工的痕迹特点 全是手工搓磨出来的特点 包括这个孔里的土特征的自然的延续 还有孔里边这种包浆和外表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 这次让你买着了 就是比拒续的 都是比重 的